My name is Kaiwan 現在來到當兵的第五週啦 那也是星訓單位 就是成功零的最後一週 下個禮拜就是回去 然後睡個兩天的覺 我們就要下部隊 我是抽到新竹的兵 這裡有一條 是584旅66火箭彈兵 是火箭筒嗎 還是什麼鬼的 看起來很酷啦 反正這個禮拜抽籤 那我們這個就來分享一下 這個禮拜到底發生什麼酷炫的東西 來跟大家好好做分享 那上個禮拜其實就喉嚨已經有點怪怪了 所以我上支影片就已經整個喉嚨沙啞 但是回去星訓單位的時候 還是不太舒服 然後我6點50分到 然後我就是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 那這一天的早餐呢 就跟品嘗一模一樣 就是超級少吃不飽的早餐 那我們就 因為我們是器材班 所以我們要搬器材到我們要訓練的地方 那我們這一天 要訓練的地方是在一個單站的一大片草地 反正就是要匍匐前進啊 然後要臥倒 一直爬來爬去 然後要戴防毒面具 然後要砲擊 然後就要臥倒這樣子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呢其實還滿遠的 我估計大概1.5公里吧 就還滿遠的 那重點是我們要把一些器材 像是醫護工具 然後還有一些水 就是大家要喝的水 也是我們器材班需要搬過去的 還有一些什麼白板啊 因為要上課 所以白板架白板一些桌椅 那些很重的東西 我們就推著兩台推車這樣 然後推到那邊去 所以其實還滿累的 那重點是 早上單站 下午也是單站 所以我們早上搬過去 回來 就大概3公里了吧 然後我們又要過去再回來 我們一天就走快6公里的路 沒有6公里也有5公里啊 就真的很遠 然後我們要推著那托的器材 真的還滿累的 那我們下午練單站的時候 其實還滿high的 真的是超high 就是可能 從來沒有看過有人 單站玩得這麼high 我們根本就是 有點像是在演戲嗎 就是他給你一份劇本 然後叫你 就是什麼 報告班長 什麼 前面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是 有點像在念台詞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玩得超開心 然後有人念得很好笑 然後大家就就 然後就 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笑 反正就是變得 好像戲劇般這樣子 在演戲 那下午我們練完單站 很酷是班長 帶我們器材班 就推著器材 去OK便利商店 這個是我們 難得 去 OK便利商店 我們只有進來 成功領 第一次 有去OK 接下來都完全沒有去OK 就是沒有辦法去 OK便利商店買東西啊 因為這一天下午 班長就帶我們去 OK 買晚餐 但是我根本沒有買任何東西 因為我沒有帶任何錢 而且我想要就 正常度過 軍中生活 不想要花任何一毛錢 反正有人去買晚餐 有人去買 一些什麼義大利麵啊 反正OK有了 全部都起一折 然後就是有人 就大家都很開心啊 晚上的時候 我們在練習抽籤 抽 就是要練習 明天要抽部隊的籤啦 那反正我們就 練習 抽籤 聽起來很簡單嘛 但是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練習抽籤 反正就 我們花了 就整整站了一個小時 不知道在幹什麼 真的是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站在那裡一個小時 然後就是 真的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浪費時間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 晚上 風超大 因為剛好有颱風接近 我們整個風 超大 我們成功嶺是空曠的 就是空曠的地方 應該是在山坡上吧 聽說是在山上 我也不確定 反正就是 風超大 大到那個 那個 長官的那個桌子啊 還有抽籤的桌子 整個翻起來 然後就 整個亂飛 然後人是站不穩耶 就是整個人是 所以我們整個部隊 就是原本站得很整齊嘛 就是一個 斑跟面 全部都是一個對一個 然後就大家就 那這一天呢 就是正式抽籤 反正我就抽到584旅 就是火箭彈背嘛 然後 比較可怕的是 有媽祖的籤 還有 最遠的是花蓮 花蓮跟媽祖兩個是最遠的 就是 沒有人想要抽到的籤 花蓮真的是 就是 沒有人想要抽到的籤 就是 交通應該是超級不方便 就是如果 真的有什麼土石流 然後火車斷掉 你就完全 與世隔絕 下午我們就正式開始 我們的檢測 檢測就是 測驗我們這一個月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下午就開始 練那個 仰臥起座 跟伏地挺身 啊我 因為 那個班長說 姿勢要做標準 所以我做得很標準 然後我就沒有做多少下 好像有一個是不及格的 我也不確定 平常拍片就只有 扛東西這樣子上上下下而已 就 不太會做到伏地挺身 跟仰臥起座 反正就做得還蠻吃力的 那晚上的時候吃飯 我們二班又在搶第一 搶第一一個吃 就是 我們班長會帶大概四到五個班 一起去吃飯 那 他就會問說 這個禮拜換誰啦 換哪一個班先吃 因為我們要輪流吃 就是輪流 拿一個班先這樣子 啊我們二班永遠都會說 欸 二班先這樣子 或者是 別班先進去 結果二班先排隊 就是我們這個晚上就這樣子 二班先排隊 然後大家都在靠腰 所以二班怎麼又插隊這樣子 我們這一天的早餐 不知道到底在趕什麼東西 就沒有什麼時間吃 我 只吃了一個饅頭吧 兩個饅頭啦 兩個饅頭就出發了 就沒有任何時間給你吃東西 慢慢的去盛菜這樣子 我旁邊的人都是大概就吃一兩個饅頭就走了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重點是 早早的吃完 因為我們要超級早集合 因為好像說早上就要出發去另外一個場地 但是我們 早早集合完 我們的班長 就執行官竟然就遲到 不知道是怎樣 他遲到超久了 我們就在那裡呆呆的站在那裡 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浪費時間 然後班長執行官還在那裡遲到 受不了 我們這個早上是去測驗丟手榴彈的部分 然後我們測驗手榴彈是一排一排去 輪流測驗啦 那我們休息的地方真的很智障 就是在大太陽下面 馬路中間 然後大太陽下面 我們就在那裡等 坐了整整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時啦 然後大家都真的是塞到 腦袋已經炸開來 那我們班長又在那裡鬼吼鬼叫 我們那個有點像是 代班的執行班長 就是原本的執行班長好像去忙 還是處理什麼資料 所以他有丟給另外一個班長 然後他好像 愛就是有點不太爽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 一直鬼吼鬼叫 然後要離開之前好像有一個高官吧 就是有一個 可能是校級人物 反正就是有一個還蠻大人 然後班長都有點怕怕 他過來問那個班長 就是剛剛一直鬼叫那個班長 就是說 我們的醫療車在哪裡 我們的醫療車在哪裡 其實根本沒有推出來 但是我們班長就跟他瞎掰說 我們有推出來 只是我們現在回去裝兵了 然後那個 比較高官 就是那個大的 可能是校級人物吧 反正那個 就叮他 就說 如果騎車騎回去 沒有看到 醫療車 你就死定了 然後 那個我們那個班長真的是嚇爆 他開始打電話說 趕快推 那個器材 那個醫療車過來 反正他超級的 反正最後他應該是沒有被抓到啦 我們就是有 那個沒有檢測 可能在輸資料的人 就 辛辛苦苦的推 車 推過來 然後我們剛好就要回去了 反正他逃過一劫 但是他就 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整個 他整個人是像發瘋一樣 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 他不會好好說話 他一直就是在叫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 這個中午發生一件還蠻酷炫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平常都搞不清楚狀況 呆呆的一個人 然後他就是 去問班長說 欸 我什麼 他要厭退嗎 還是什麼 反正他就一直要問 一個東西 但是沒有人回答得出來 然後那個就是 他去問那個一直 鬼吼鬼叫的那個班長 那個班長就真的是不耐煩 他就說 要問 要問去找1985啦 然後他就 那個呆呆的學生 那個呆呆的訓練 他真的去打1985 超 超好笑 反正 去打了 然後那個班長就真的是 好像是 會被扣 扣錢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 又跟不開心了 下午時候我們又要測刺槍 那我們刺槍真的是沒有練幾次 動作真的是沒有什麼太標準的 然後動作也不太整齊 但是我們真的是鬼叫第一名 鬼吼鬼叫第一名 我們叫真的是爆炸大聲 我們在那個沒有見測的人 就是坐在最後面 他們說我們爆炸大聲 炸爛全場 真的是 超猛 然後我們 我先說啦 反正我們 最後出來結果是第二名 還蠻棒的 然後我們所有什麼士官長啊 班長 大家都很滿意我們的生理 那重點是刺完槍 我們那個鬼吼鬼叫班長 就叫我們去太陽下面 去曬半個小時 又是休息時間 他又叫我們去太陽下面 曬半個小時 然後重點是我們超 就是大家都很不爽 就是因為那個班長坐在陰影下面 就這樣子躺著 休息 然後他叫我們在太陽下面 休息 太陽下面到底怎麼休息 我真的搞不清楚狀況 是他搞不清楚狀況 明明就有陰陽處 但是他就叫我們去太陽下面休息 大家都很不爽啦 接著我們又去測驗 三千公尺的慢跑 就 還蠻輕鬆的 因為天氣已經轉涼 太陽已經下 算是下山了 所以天氣還蠻涼爽的 然後有風 三公里就這樣跑跑跑跑跑 是真的是 跑到後面是還蠻喘的 重點是我又有點 一直咳嗽 跑的時候是沒有咳嗽 但是 跑完 停下來 慢下來的時候 一直瘋狂咳嗽 就一直咳 一直咳 一直咳 咳到快要死掉這樣子 反正 還好我沒有死掉 我們這一天早上要去測驗單站的部分 然後到現場 到了現場 我們執行官才 偷偷的告訴我們一件壞消息 就是他告訴我們 我們所有練的單站 我們所有練的單站 全部都是錯誤的 我們根本不是要去練單站 就我們練的是單站 但我們測驗的不是單站 我們要測驗的是 那個是什麼 震撼教育的部分 那雖然內容大同小異 但是我們練的完全是錯誤的東西 所以執行官就只好默默告訴我們說 分數可能不會太好 但是就照著我們練的東西啊 因為真的來不及了 就是一定要測驗的 結果發現你練習的完全是錯誤 你要考英文 結果發現你讀的全部都是國文的概念啦 就是硬抽皮 就是要實力考 不知道是這個怎樣 我真的覺得很瞎 我們練了這麼一個月的東西 結果完全都是錯誤 然後那些班長 還一直叫我們背那些東西 根本不需要背那些東西啊 真的受不了 那班長 所有的 所有人都搞不清楚狀況 我真的覺得很瞎 然後有一件我覺得還蠻不開心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班長叫林什麼尾的 我真的想要打1985去投訴他 他真的 就是那一個一直鬼吼鬼叫的那個班長 他明明就大家都在認真聽 那個執行官在講話 然後 他就莫名其妙亂叫人說 睡覺了 就是他就 他沒有告訴你什麼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錯誤了 他說 站起來 然後大家就看 到底是誰要站起來 然後他就說 Joy就是你 站起來 還回頭 然後我就這樣子 搞不清楚狀況 結果最後是我站起來 不知道是怎樣 我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情啊 我在那裡硬撐 不要睡覺 然後他說 站起來 我要做什麼事情 完全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現場他也沒有告訴你做了什麼事情 他只有叫你站起來 莫名其妙 我根本真的 我真的沒有做任何事情 他就莫名其妙叫我站起來 我真的覺得 這樣子不太好了 終於是下午回來的時候 他有告訴我說 發生什麼事 他說 你知道為什麼叫你起來嗎 你閉著眼睛讓人誤會 什麼鬼 什麼鬼 跳脫這個負面的東西 我們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單戰訓練 有那個塗臉塗那個尾妝 整個是碳粉 塗整個臉 整個脖子 那回來洗臉的時候呢 超級乾淨 所以用碳洗臉是真的還滿有效的 結果大家的臉都發光耶 就是 好像 那個 黑頭粉刺都消失了 就真的是 爆炸乾淨 那我們還特別延長睡覺時間到1點50分 原本1點20分就要起床 但是我們睡到1點50分 下午去打靶 直接打到天黑 就還滿讚的啦 就還滿涼爽的 太陽也幾乎快要下山才去打靶 不會太熱 就 應該是人生最後一次去打靶了吧 就 真槍實彈的打靶 就 好好珍惜機會 好好去打完這6發子彈 喔然後重點是這一次打靶 比較特別是 我們平常練習的時候 那個打靶 槍前面都有墊一個沙包 但是這一次測驗的時候 那個沙包消失了 沒有沙包 你槍要自己 就是 抵住 然後自己拿著 所以 後座力大很多 所以 有人就 超搞笑 他說因為 後座力大很多 所以他眼睛 靠著 然後 他好像沒有抵好 所以他 射抵法 他直接彈到眼睛 他說 咚 炸 他說眼睛真的跑出星星來 超搞笑 所以他說他打那6發 根本就在亂打 因為後面根本看不到 他在打什麼 眼睛超痛 晚上在等還槍的時候 又莫名其妙等了半個小時 反正 在軍裡面 就是在訓練的時候 大部分時間就是被浪費掉 你完全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你手上拿著槍 你要怎麼做其他事情 你又不能寫日記 你也不能寄東西 你也不能幹什麼 你就拿著槍 而且我們又測驗測完 我們就拿著槍 在那裡等半個小時 真的是不知道幹什麼 然後又不能聊天 就莫名其妙又浪費半個小時 所以測驗完了 這個早上 應該要大家睡飽飽的起床 但是5點半的時候 就有人不知道是怎麼樣 他就是5點半的時候 有人起來折被子 重點是折被子 折就算了 超級吵 然後又在那裡開開 關關櫃子 就蹦蹦蹦 翻來翻去 所以差不多5點半的時候 大家都醒來 可以說到6點 5點半大家都醒來 所以有人就會一直靠背 啊這吵什麼 這早起什麼東西 齁 受不了 就沒有睡 睡到飽 差半個小時 差還蠻多的 那這個早上 終於換了執行官跟執行班長 我覺得上一個執行官還不錯 那是我們的班長 他做事非常非常的認真 做事也非常非常的確實 他也不會隨便鬼吼鬼叫 他說到的東西 給了我們的福利 他給的超多超滿 就是我雖然我不抽菸 但是他吃完飯就讓所有人去抽菸 就 大家看起來是還蠻開心 投飲料就投飲料 然後休息時間也給好給滿 終於是昨天還給我們延長睡覺時間 這一天的早餐呢 有一個超酷炫的東西 就是有紫色的蛋 不像是茶葉蛋 就是他泡在一坨汁裡面 然後起來蛋真的是紫色 紫色的蛋 紫色的蛋 你有看過紫色的蛋嗎 真的是一生只有在絕音中可以看到紫色的蛋 真的是不得了啊 紫色的蛋 就有點像是一坨 不知道是泥巴還是怎麼樣 就反正就是沒有味道的紫色的蛋 真的是還蠻酷的 然後早上那個廉長就確認了 我們這一週是洞巴 他就是說 因為我們正常家應該是洞巴 所以我們這週正常家就是洞巴 有點像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狀態 他說前幾週都是 什麼營長 呃 因為可憐大家 什麼預言啊 所以我們就是腰巴 然後又什麼連長 為大家爭取什麼東西 然後又 腰巴 腰 腰六 腰巴 腰...對啊 腰巴啦 然後又什麼爭取 反正這一週就是 大家都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嘛 就是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結果全營動發 可能是串通好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反正就是 動發就對了 大家 真的是 超級沮喪 因為前幾週都是 表現不好的動發 結果這整...這一週 大家全部都動發 所以大家心情 完全超級無敵低落 就是真的是 超想家 就是大家都心很累啊 就是沒有什麼力氣 做事都藍藍散散 明明就測驗完 然後又不放我們回家 真的是 心很累 那下午我們又開始 一直在打掃 不知道在打掃什麼東西 就 還要我們搬整理的掃區 還滿輕鬆的 不是去掃廁所 掃 浴室 掃這兩個地方 真的是超級超級累 就是要掃 那個大便亂噴的浴室 那個馬桶 真的是就已經超級超級可憐 重點是班長還超級超級嚴格 就是 他說每一個細節都要做到位 那還好我們是整理什麼器材室吧 因為我們是器材班 就整理器材室 那 其實還滿乾淨的啦 沒有什麼東西需要整理 就是 東西放到該放的位置 然後窗框插一插 搞定 所以我們就在器材室裡面偷懶 然後剛剛那個洞八 洞八的部分是大家洞八 但是有 打飯班是腰八 因為他們好像很新 反正他們就是 每次都是最早出去 最晚回來 所以他們腰八 就是打飯班整個小時 那這一天晚上呢 沒有打飯班怎麼辦呢 我們二班 器材班就去打飯 幫忙打飯 我們真的是超high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 難得體驗打飯班 我們真的是去 搶食物耶 我們二班真的是 平常就是 那個打飯班給你 一個主餐 你就只有一個主餐 還給你這樣的菜 你就只有這樣的菜 很難吃到第二份主餐 但是我們 二班打飯班 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你想要自己打 多少 就打多少 真的是超級超級爽 我們真的是吃到飽的狀態 一直狂掛一直狂掛 然後重點是我們 分配還蠻 均勻的吧 就是大家也都還蠻積極的 反正就是打菜 打給你 然後有一道菜是茄子 強迫推銷 就是 他就是說 那個打茄子那個 他說 要打茄子 你才能吃後面的香腸 不打茄子 你不吃茄子 你就不能吃香腸 所以每一個人都一直挖挖挖 所以我們所有的菜都清空 完美 難得所有的菜 連蔬菜全部都清空 反正就二班開心了 一日體驗打飯班 這個晚上有超級浮誇的 一個小時的用手機時間 我們已經滑到不知道 要看到什麼東西 平常都只有10分鐘 15分鐘的滑手機時間 忽然來個一個小時的滑手機時間 已經不知道滑什麼東西了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瞎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冷氣很熱 然後 班長又一直叫你把被子打開 我覺得這個也有點瞎 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他要叫你把被子打開 我很熱 我已經熱到噴汗了 然後他叫我把被子打開蓋 他說 不蓋被子會感冒 我不知道他腦袋在想什麼東西 我很熱 然後你叫我蓋被子 然後 不蓋被子會感冒 什麼鬼 反正我就是只能假裝打開被子 然後 超熱 我就墊在我屁股下面 然後 真的超智障 為什麼我很熱要蓋被子 好啦這個已經是星期六早上 我們星期六早上 沒有打飯班 也沒有任何 就是餐廳也沒有開 所以我們吃的是 一個紅豆麵包 然後配一罐鋁箔包的奶茶 這個就是 超級可憐的早餐啦 那回城坐高鐵的時候 因為我坐的是對號坐 那剛好遇到一對夫妻 就是沒有位子 那那個夫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怎麼訂 就是他們兩個是分開來 然後他們有抱著一個寶寶 那 我就讓位給他們 就讓他們兩個坐在一起啦 然後我就是去坐 比較遙遠的那個位子 反正就 開心幫助寶寶 媽媽跟爸爸 全部可以合在一起 這樣子 OK所以 測驗週 順利結束 那 到目前為止已經第五個禮拜了 那最瞎趴的一件事情是 台中 這整整的五個禮拜 一個月 一個多月 完全沒有一天下雨 全部都是大太陽 真的是 超級瞎趴 沒有一天下雨 然後台北一直瘋狂下雨 台中一天都沒有下雨 真的是還蠻猛的 但是 那些人還沒下雨 那些人還沒下雨 你會不會被告人 那些人還沒下雨